嗨,我是许许 咱们在高闲亭那期里讲过 现在的女星似乎不再热衷于找豪门 更多的是和小奶狗的搭配 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那些女星天后和奶狗的组合 看看这种组合和女星豪门组合比起来 熟悠熟练呢 再顺便磕一磕过气的糖 如果你喜欢明星王室才发家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天后加奶狗的组合 最出名的要属肖亚轩了 正所谓流水的小鲜肉贴大的肖亚轩 从19岁开始 她21年换了19个男友 大部分都不超过25岁 听到这儿 小李子也不禁要感慨一句 真是同道中人啊 在肖亚轩的历任男友中 最出名的除了柯某东就要属王妖明了 王妖明出生于美国 全家经商,家底丰厚 他本人毕业于纽约大学商学院 外形高大威猛 人称台湾第一帅 03年 24岁的肖亚轩和21岁的王妖明 在朋友的一个跨年派对上认识 当时的肖亚轩已经是 红遍两岸三地的小天后了 而王妖明还在读大学 认识那天是他回台湾的第一天 对肖亚轩也不认识 但两个人四目相对 注意到了对方 王妖明走过去问肖亚轩名字 肖亚轩心里一惊 还以为这个男生在半裤装不认识他 王妖明要肖亚轩的电话 肖亚轩没给 反而要了王妖明的电话 第二天他就给王妖明发了信息 然后两个人就恋爱了 恋爱期间 肖亚轩放下如日中天的视野 跑到纽约和王妖明住了1087天 过着类似主妇的生活 吃着老本过日子 甚至还推掉了一季回忆录里的一个角色 1087天 那可是有三年 三年后 05年三月二人分手 几个月后又复合 分分合合的 最终在07年彻底断绝了来往 有传言说是因为王妖明劈腿分的手 但后来肖亚轩说是两个人性格不合 他谈恋爱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 但是王妖明很好动 生活观念不一样 摩擦很多 所以分手了 因为两个人都很要强 所以分手后呢 也不想有任何的交集 肖亚轩妈妈过世的时候 王妖明送来关心 然后就渐渐的又恢复了联系 而王妖明从一开始 就顶着肖亚轩前男友的名号进入演艺圈 10年他大学毕业 从纽约回到台湾 参加综艺小燕之夜 坦言自己最近几个月 又想进入演艺圈 小燕姐直接问他 还没当艺人 就经常被报纸上提起来是什么感觉 一副要做好听八卦的样子 到了11年3月 在肖亚轩的介绍下 王妖明签进了同一家经纪公司 然后出演了 《我可能不会爱你》里的渣男丁丽薇 慢慢打开演艺视野 12年 分手5年后 他们俩人还一起拍了微电影 100分的稳 一起上了康熙来了 回忆了很多两个人恋爱时期的细节 后来王妖明拍了几部戏 之后又到内地发展 何张力因为综艺 《如果爱》假戏真做 一度到了见家长的阶段了 但半年后 王妖明就单方面宣布分手 在娱乐圈 似乎除了肖亚轩前男友 他也没有让人能记住的title了 的确 他进娱乐圈也是抱着玩的心态 自己家底够厚 就算不演戏 生活也照样多姿多彩 我们说回到肖亚轩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 他的恋情似乎被下了诅咒 基本上都只维持几个月 最近的一段恋爱 对方是小他16岁的黄浩 据说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肖亚轩对这个小男友 也是尽心尽力 不仅介绍资源 还高调的带着他 参加综艺吐槽大会 女儿们的恋爱 在吐槽大会上 黄浩也毫不掩饰 对肖亚轩的爱 两分钟之内 深情对视十四次 硬生生把吐槽大会 变成了秀恩爱大会 原以为是双向奔赴 但是在相处三年后 两个人还是各奔东西了 据说黄浩很想在娱乐圈发展 肖亚轩呢 给他安排了声乐 表演 武术等训练课程 但黄浩本身是个富二代 从小在加拿大生活 不喜欢受约束 也不喜欢肖亚轩 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训练压力大到要进医院 最终两个人已分手收场 黄浩回到了加拿大 现在已经结婚了 而肖亚轩的状态 在近两年急转直下 在前段时间 李文的追悼会上 肖亚轩暴受到双颊突出 几乎脱下了 而且情绪悲观 全成哽咽 引得许多网友纷纷留言 希望Elva健康快乐 其实在她的每段恋情中 我们都能看出来啊 她是个不计较付出 甚至有些恋爱脑的女生 也许是因为从小没有父亲 父爱的缺失 让她非常渴望得到男性的爱 但独立要强的个性呢 却又让她在每段恋情里 都扮演着母亲 管理者的角色 不计较付出 去成全别人 导致她在每段感情中 都很累 希望Elva能尽快地 调整好状态 毕竟大家都还等着你出书呢 下一位我们要讲的是蔡依林 也许是因为一直在拼事业吧 蔡依林的感情生活 要简单很多 除了早年和周杰伦的不知真假 屋里看花 让我等粉丝磕生磕死的双阶恋 蔡依林第二有名的 应该就是和锦容的恋情了 2010年在拍摄玩爱之徒的MV时 蔡依林认识了比自己小四岁 当时还是个不知名的小模特的锦容 锦容身高1米91 是新西兰和新加坡混血 高大帅气 混血脸很有贬识度 结束MV的拍摄工作后呢 两个人就开始频繁约会 直到2012年被媒体拍到一起出游 才正式承认了恋情 当时的蔡依林事业如日中天 和她同期的小天后们 纷纷出于隐退半隐退状态的时候 她仍旧活跃在舞台上 而锦容虽然得过模特大赛的冠军 但仍需为了升级发愁 在做模特的时候 还兼职健身教练赚钱 两个人的年收入差距有300倍那么多 在被爆出恋情后 面对女强男弱的外界声音 蔡依林一直都很维护男友 在交往的六年时间里 两个人都已经见过父母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锦容时不时的被爆出 与嫩摩约会婚夜店的绯闻 被媒体拍到头条报道的 就有两年内六度偷心 一夜搭三女同乐等实锤 但是蔡依林选择一次又一次的相信男友 在事业上呢 也尽力给到男友帮助 2013年郭敬明官宣电影小时代三的主要演员 锦容赫然在列 而且是出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杨幂饰演的女一号林霄的老板 龚敏 郭敬明是蔡依林的多年粉丝 在当时 名不见经传 也根本没啥演技的锦容 能拿到这样的角色 想必离不开女友的出力 后来蔡依林现唱电影主题曲 万花童也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时不时搞出些绯闻 锦容的不分言行也让人觉得他真是软饭硬吃啊 在两人交往五年的时候 有媒体问锦容和蔡依林什么时候会好事将近 她的回答让当时的台湾娱乐圈炸开了锅 锦容对媒体讲了三个自己结婚的条件 一婚戒不能离手 二女方要惯夫性 三婚后财产共同使用 这三个条件别说是红了十几年的天后了 你要换成我 我也不能接受啊 据爆料 蔡依林的确想过与锦容结婚 但必须要签婚前协议 这成了两人分手的导火索 2016年 维持了六年的感情彻底结束 分手之后 锦容在一次采访中说 自己喜欢高个子的女生 这样腰不会那么累 蔡依林身高不足一米六 这样的公然喊话 简直是在打她的脸啊 没多久呢 锦容就再也接不到工作 几乎从娱乐圈隐退了 七年过去了 蔡依林一直没有新的恋情消息 而锦容已经换了两三个女朋友 作为头脑清醒 事业心强的娘子汉 蔡依林的及时抽身 值得所有在恋爱中 受到不公平要求的女孩们借鉴啊 被叫内地肖亚轩的张雨琪 近两年换小奶狗男友的速度 也很快 与肖亚轩钟情于高大威猛型的帅哥不同 张雨琪对小鲜肉的喜爱 经历了一个想通了的过程 张雨琪曾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是和著名导演王全安 当时他正和新爷的公司闹解约 王全安挺身而出 英雄救美 力排众议给了张雨琪 白路远女一号田小娥的角色 让他成功翻红 解约还顺便捕获了美人芳心 王全安作为导演 虽然才华横溢 但外表形象呢 比较普通 而且比张雨琪大了22岁 两个人宣布结婚的时候啊 很多宅男都大呼心碎了 但即便如此 男人都会犯的错 王全安也没落下 14年9月10日 北京东城区警方当场抓获了 王全安正在干违法的事 随后更是发布公告 称王全安于8、9、10日连续三天嫖娼 其中9日同时与两名女子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张雨琪正在法国参加时装周 得到消息之后呢 她先是发了一条微博 表示会和丈夫坦白面对共同承担 回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她几乎成了全网的笑柄 那时候网络已经比较发达了 全国人民基本都知道 她被戴了绿帽子 15年7月2日 她发微博宣布与王全安离婚 16年10月26日 她跟富商袁八元相恋70天闪婚 17年10月 她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原以为收获了幸福家庭的她 却再一次在婚姻里受伤 这袁八元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商 豪宅豪车全都是租的 生意失败欠了几千万 还被银行列入了失信名单 感情势呢也很混乱 不仅曾结婚生子 还因不支付抚养费 被前妻告上了法庭 在结婚两年后 两个人于2018年在家里大打出手 不仅动了刀子 还闹到了派出所 最终协议离婚 对于张雨琪敢爱敢恨的性格 网友评价道 掌国王小飞 脚踹王全安 挥刀圆八元 古有正关系 今有张雨琪 在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后 如今的张雨琪好像想通了 接连谈了好几个小奶狗 让网友直呼羡慕不已 前段时间的风神质子团 双开门长腿吸腰火爆全网 网友们还在对比选哪个当老公的时候 饰演激发的余事 已经变成了雨琪姐姐的前男友了 21年7月31日 张雨琪高调官宣 与九五后小鲜肉李炳熙恋爱 8月 两个人一同出演了综艺 《女儿们的恋爱4》 节目里 李炳熙教张雨琪拉琴 为她下厨做饭 在沙漠里为她放烟花 还贴心地捂住她的耳朵 虽然还是分了手 但既然男人都一样 又帅又会谈恋爱的小奶狗 可比一条唱片前的前任好太多了 今天的天后和 今天的天后和奶狗系列就讲到这儿 娱乐圈的爱情啊 真是让人看不透 天后们有钱有盐 也得吃爱情的苦受男人的伤 好在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们 都能及时止损 发现没 不管是和豪门 还是和小奶狗 只有咱提高业务能力 经济独立 才能快业人生啊 如果你喜欢这类八卦到不行的八卦 欢迎留言告诉我 咱们也还是可以做几期节目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